第七周第三个小时跟第四个小课程 主要是书本上的第四章最后一节 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的应用的例子 每个例子都有一些矩阵的模型 它要去探讨让我们更了解说 我们为什么要学eigenvalue跟eigenvector 然后来去用这些概念来探讨它的矩阵 所以我们要看一下四支六 Application and the Peron-Flobenius Theorem 我们第一个看我们之前所提到的Markov chain 这样子的一个应用的实例 实际上我们已经看过它的矩阵 它矩阵的特色是什么呢? 它矩阵就是说 这边写Pij 它的特色就是说它一行等于是几率 所以它的几率总和为1 所以譬如假设它有一个P11 P21 P31 然后这边是P12 然后点点点了 OK 那它的特色就是它的这个一行 什么相加为1这一整个行加起来等于1 所以这边有写Sigma i等于1到N 然后Pij等于1 那不管你在哪一行加起来都都为1 那最重要我们前面讲就是利用这个Example 带大家进到IgenValue IgenVector 大家还记得吗? 所以它前面已经告诉你说 你作用上去怎样? 会SteadyState 会怎样?会不变? 那它IgenValue等于1 这个Nanda等于1 对不对? 那这样子的一个矩阵有什么样子的特色? 所以我们就继续看一下 这些IgenValue、IgenVector的一些特色 所以它的理论告诉我们说 假如P是一个N乘N的矩阵 然后是Markov Chain 这样子的一个模型 那它说1一定是什么? 1一定是这个矩阵其中的一个IgenValue 那我们就要来证明一下为什么1是它的IgenValue 那我们利用的特色也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前面所讲的这个特色就是这样 就是我们利用这个它这一行的什么? 的那个元素相加等于1 那你要利用到这一行元素相加的话 你要怎样? 你要做一个什么? 左边要弄一个矩阵 让它因为矩阵都是这样 都是左边是一个列 乘上右边是一个行 那现在你是这样? 你现在是这个一行相加等于1 所以我就做一个列矩阵 那这个列矩阵就是什么? 就1乘N 然后每一个元素都是1 1乘N的矩阵 每个元素都是1 然后我就要放在左边 然后我就要乘上这个 Markov Chain的这个矩阵 所以我如果这个把我们这个J乘上什么? 乘上P以后 它乘上P以后我们就发现到什么? 因为J就是1乘1 所以我们把它写在上面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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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等号的右边的话就变成是这个 1乘N矩阵再乘N 答案是1乘N 所以这边我这边写错 应该是1乘N矩阵 所以你就得到这个元素 再得到再乘下一行 比如说刚刚的1 再这样第二行就得到第二个元素 好,那我们就写下来 第一个元素就是 Sigma就是第一行的嘛,所以是第一行就写在这边1 第一行里面 把第一行的所有的这个矩阵元素加起来,SigmaI等于1一直到N PiJ Pi1 那一样啊,第二行我们刚画黄色的,画黄色的这个 一样是第二行 那 第三行的就会 一样可以加出来,到第二行加出来 那刚好这个矩阵是什么 是每一行每一行相加为1,所以这答案就是1 一直到最后是1 最后就回到,回到这个原本你提供的这个J向量,这是列向量 好 那 J乘上P等于J,这是列向量 那我如果做transpose,那也可以讲也可以得到说 这个Pt乘上Jt等于Jt 那这时候,我把它做transpose运算以后,我就得到什么,得到Jt就是什么,就是一个 Pt的什么,的 eigenvector 然后得到什么,得到这边有一个1啊,这边就是一个1的话,就是 它的 eigenvalue,所以它的 nanda就等于1啊, eigenvalue,然后它的这个 啊 eigenvector就等于什么,等于这边的 J向量 然后它的什么,它的transpose OK 那既然 Ptranspose的 eigenvalue是1 那 代表P的 eigenvalue也是1,我们说 eigenvector可能不一样,但是它的 eigenvalue会是一样,所以 Ptranspose跟 P的 eigenvalue就会都是1,所以代表 左边的理论就说,1一定是,1一定是怎样,一定是mark of chain的这个 eigenvalue,所以这个是 确认,我们前面 学了,看了这个mark of chain,但是我们一直不知道 eigenvalue为什么是1,那这边就告诉你 在后续的 要讲mark of chain,还要讲 population growth的这两个矩阵 要去了解这两个矩阵 了解它,我们就发现到一个事实就是什么,它们 元素不是 0 就是 不是,就是说它的元素都是 不是0,就是大于0的一个数值 那所以 基本上 假设都是这样,假设元素都是正的话,我们就叫做它是一个positive 是一个 positive的matrix 那假设它的,它的次,其次方以后它是这样,它是 它会是,都是 正的元素,那我们就叫做它是regular,所以基本上就是 简单的看了,就是说它的元素大概都是大于等于0 那这时候,你either是positive,就是它a本身就是 就是元素都是大于0,or是这样,or是a的几次方以后,它怎样,它会是大于0 好,那对于这个mark of chain,它就是 positive,它就基本上都是什么,都是几率,所以一定都是大于 大于0的一个 一个元素 好,所以我们一步一步再继续看一下这个mark of chain,它的什么,它的矩阵 有什么样子的特性 那假设p是一个n乘,n的什么transition matrix,就是 就是mark of chain的transition matrix,那它的eigenvalue是nunda,那它的特性是什么,这边有 有列举出来,比如说,第1个是它的 eigenvalue一定会小于等于1,那这个就有好处,所以我们在看理论的时候,其实是怎样,是 可以从 这样的theorem,其实有些推导,我们不见得会很深入去了解,但是至少我们要用 会用这些theorem,就知道我们就知道说,它的eigenvalue可能最大是1,那它可能 用这个mark of chain作用几次以后会怎样,其他的eigenvalue 的eigenvector就变得不重要,它就会有dominant的eigenvector,就是那个nanda等于1的那个 所对应到的eigenvector,好,那它第2个特性是什么,是假设p是regular,然后 你找到那个eigenvalue不是e,其他的eigenvalue就是这样,就是会小于1,所以它的要求是比较什么,没有那么样的严格,它并不是要求positive,它只要怎样,只要ap的 几次方以后怎样,它的元素都大于0就可以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简单的看一下这个特性 比如,我们注意到说,所有的什么,所有的几率大概都是大于等于0,那当然是大于0才是positive,如果只是 有部分等于0,那它可能几次方以后才是怎样,才是positive 那所以它本身就叫regular,所以the eigenvalue of p p the transpose is also 那这是前面我们讲过了,它如果是 p the transpose 它是eigenvalue是nanda,那p的eigenvalue也是nanda,那所以这两个特性是 互通的,p跟p transpose,但是eigenvector则不一定了 好,那我们先假设什么,假设我们的eigenvector的元素里面的 dk个是最大,所以这边我大概稍微写一下 基本上我们现在看的还是讲,还是原本的 p矩阵作用到x向量等于x向量 那你答备了x向量 那p矩阵我们还是讲,还是这个 p11 p21点点 然后p12点点这样子 然后呢,这里头的 这个 x向量就有什么,就有x1,x2 h到什么,h到其中有个xk xn OK 好 那我们让其中一个什么,xk它的这个值最大,所以你看我们写绝对值,就其中这个值是最大,所以我们假设 这个 xk它的值是最大的 OK 那用这样子,我们就可以 简单的 验证一下它的什么nanda 小为等于1的特性 所以我们在乘的过程中嘛,就会有什么,就会有 p 1k p1k 这个p1k就其中这一列嘛,乘上什么,乘上这x 然后答案还是这样,还是等于1倍的 我们知道说它这是i跟 value,i跟vector的特性,所以它一定等于1倍的这个x1 x2 一直到xk 然后再到xn OK 一定能是1倍,然后它对应它什么,对应它是dk列 所以我们这边就是刚好 乘出来值就对应到dk列 所以呢我们就会讲,就会得到这样子的一个结果,就是说 pk乘以x1,p2k乘以x2 就要等于什么,等于nanda贝的,所以我这边忘了写,这边应该写 nanda贝 nanda贝的这个xk OK 好,那有了这个特性以后,我们后面就可以找出它的不等式的关系式 所以我们第一步把什么,把nanda Sk取 绝对值嘛,那就是等于分别 因为 因为这个 那 它的这个 Sk它讲它是 maximum值是m 所以它基本上你可以 两边 取绝对值 那 取绝对值以后,你会发现它本来一开始等于什么,等于这个p1 k乘以x1,就是我们刚刚 这个得到的左边,等号左边的这个 拿到等号右边来,然后取绝对值 那这时候就会有不等式的 性质,什么样不等式,我们知道说整个取绝对值 会小于等于什么,小于等于分别取绝对值 所以它会等于分开取绝对值 然后我们再什么,再把它拆,因为p pij的话是这样,永远是 大于等于零的特性嘛,所以它又会等于pij把它提出来,因为这个是大于等于零的一个特性 好 最后呢,最后呢,又可以讲,又可以 把 它的这个值 它的这个值,x1值跟 跟sk值做比较 因为它永远小于sk,我们说刚刚说sk是最大,所以它又会小于等于p1k乘以m p2,加p2k乘以m,一直加上去 那最后再把它,最后把它加总 加总,然后m提出来,最后就等于m 哎,你就得到了 这个结果,你看一下 所以我们最后就得到说这个 绝对值nanda乘上m 然后会怎样,会小于等于 这个m 那就告诉你说它的什么,它的nanda会 可以小于等于1,所以这个是一个特性,我们只是 简单的验证一下,那我们最后就是要利用,我们说我们在看这些理论,有一些当然理论你可以去推导一下,但是 我们最后的重点就是要利用这些线性怠速,就已经有推导出来这个理论,然后来加速你的一个思考,加速你解决问题的一个 能力 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也类似一个理论,它说 啊,假设P是什么,P是一个n乘n的什么,就是mark of chain的这个transition matrix 那假如P是怎样,P是可以对焦化 那它的 主要的dominant,就是说最重,就是最大,最重要的Igmail的nanda1等于1,它的什么,它的lgebraic multiplicity 是1啊,所以它其实就怎样,就是没有重根了 那它的概念上就是说,我们可以讲,可以确认,make sure only one corresponding eigenvector 它没有重根嘛,所以它基本上就eigen space,就是一维空间 那它的power method就怎样,就很好用,所以我们在讲说,我们为什么要 要了解这个mark of chain,这个矩阵的特性,主要是什么,就是说我们看到这样的问题,我们可以用什么方法来解决 比如说我们用power method就可以很快找到什么,找到它的dominant eigenvector 我们接下来看一个mark of chain的example 那从这个example,我们又可以抓出这个矩阵,这mark of chain的矩阵的特性 它说,假设 一开始P,P矩阵是这样,0.7,0.3,你看到这几率合为1嘛,0.2,0.8,几率合为1 它说,请你去 确认一下,如果P的k次方,k到无穷大的时候,它会讲,它会是0.4,0.6,0.4,0.6 那你就想起来说,你之前好像有一个steady state,就是它的 eigenvector 刚好就0.4,0.6 也就是说 它说,这个是对应到这个 dominant eigenvector,就是1啦,对应到 那等于1的这个 eigenvector是0.4,0.6 所以这边可能又有一个新的一些理论,不过我们先从计算这个example,然后来了解这个 理论,所以这也是mark of chain的一个特色 好,所以它的 概念,the concept is similar to the power method since non-max maximum等于1 is the dominant eigenvalue 就是 跟power method概念是很像,为什么,因为你作用很多次,有它可能讲,可能另外一个 就消失掉了,就只剩下 其中的这个dominant eigenvector 那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因为我们前面 在看这个问题都是这样,因为这一章反正都是 eigenvalue eigenvector的应用,所以你就把它对角化 好,去找 eigenvalue eigenvector,然后利用 eigenvector把它 对角化 所以第一步就讲,就是 算它的什么,算它的这个 nanda等于多少 就是说nanda是位置数 所以我们要算nanda是多少 nanda是多少,我们就要讲,就要 把它矩阵减掉nanda i 然后去算它的行列式值 那算行列式值的时候,我们就会得到一个什么,得到一个这个多项式 的一个等式 然后就可以去解了,解出它的 nanda1等于什么,等于1 然后 nanda2就等于多少,等于0.5 好,那 下一步呢,你就可以解 解出它对应到的 eigenvector,就是什么,就是 2.3,那其实就这个的比例上就0.4,0.6,也是所谓的steady state 那另外一个呢,另外一个nanda2,是等于0.5 0.5的话,它 对应到的 eigenvector就是1-1 好 那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找到什么,找到所谓的这个 Q矩阵,就是我们要把它对角化的这个Q矩阵 那Q矩阵,我们就把它的 2.3,第1个 eigenvector对应到的 第1个 eigenvector对应到的 第2个 eigenvector是1-1 就把它写下来,这就是把它对角化的这个矩阵 之前我们写P啦,但是现在 要避开什么,避开P是它的transition matrix 所以我们就写成Q而已 好,那另外,我们之前 说过,就你把 你把它讲,把它 这个P作用在这个Q上会等于什么 会等于 这Q作用在D嘛,所以 你最后会有一个Q-1,PQ会等于D的概念 所以 你的概念上就是你要算出Q-1,所以你 你矩阵 Q出来以后,你要怎样去计算Q的-1次方 那这有公式,你可以去计算一下 好,那 最后你就会得到什么,得到它的对角化矩阵啊,这边只是再算一次给你看而已,就是Q-1乘上P乘上Q 最后就等于什么,等于它所对应到的 eigenvector,这个是1 然后这个 对应到的是0.5 好 那这是对角化 那再下来我们就要讲,就要算P的k次方,P的k次方我们前面学过嘛,你可以利用对角化,所以 P的k次方就等于什么,等于前面是什么,前面是,我们再写一次好了 我们实际上 这个 P Q-1 P乘上Q 会等于D嘛 所以呢,它的P会等什么,P会等于 Q乘上D乘上Q-1 OK 所以 P的k次方就一定什么,一定是 这个Q乘上D的k次方 再乘上Q-1,所以这边是Q 然后这边是Q-1 那有趣的事情是什么,就是说 刚刚这个D的k次方,因为它其中有一个是什么,有一个是1,另外一个是0.5 所以如果你可以让它变到无穷大的时候,它另外一个 eigenvalue会怎样,会因为 1.2平方就1.4 再 变三次方就1.8,越来越小,最后变成是0,所以 重点在于 其中一个Dominant eigenvalue留下来,另外一个消失掉 那消失掉以后 它的矩阵就变成1000,所以 所以我们刚刚要乘的这个这个 这个矩阵就是 Q乘上什么,乘上这个 1000,再乘上Q的负义次方,那后面就是运算而已,这很简单,你就把它 算一下它的结果就是什么,结果就是 等于你的 eigenvector 这个 23,把它normalize,变成5分之2,5分之3,然后放在 这个 两个 column vector上面,所以这个其实是 很重要的一个特性 所以我们从前面的example,我们又多得到一个特性 Markov chain的transition matrix的特性 那我们 看一下它这个特性就是一个理论,它说 假设P是一个什么,是一个n乘n的transition matrix 那当 这个K趋近无穷大的时候,P的K次方会怎样,会接近 一个矩阵叫L 那这个矩阵L它的什么,它的column vector就怎样,就全部 都是什么,都是所谓的steady state,就是你原本这个P矩阵的steady state 的vector 好,所以我们刚刚,不要忘记我们刚刚的这个example P矩阵是什么样子,它就是 0.7 然后0.3 然后这个是0.2,0.8,这是原本的P矩阵 那 最后我们讲,P的K次方会怎样,会达到所谓的 eigenvector 那 eigenvector就是0.4 0.6 0.4 0.6 OK 好 那所以你看到它的P矩阵,P矩阵它两个 column vector 跟什么,跟 eigenvector是不一样的,那我们接下来就是稍微去了解一下 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特性 所以它先假设什么,假设这个 它的 eigenvalue从难达1到难达n 那其中难达1就是 等于1的那个 eigenvalue 那它 对应到的 eigenvector就是v1到达vn 那其他的难达值都小于1,所以这也没有问题 那对于任何一个向量 P向量,那这P向量其实就可能可以是什么,可以是我们刚刚的 这个原本P矩阵的向量,比如说这个我们叫P1向量,这个叫P2向量 OK column vector 我们把其中 这个 上下两个值,这个叫做一个column vector OK 好,那 假设任何一个P向量,这样,我就可以用 eigenvector来组合,对不对 就可以写成 eigenvector的线性组合,就是乘上常数,然后相加起来 那这时候呢,我如果 用P来作用在任何一个P向量,然后把它作用到k次方以后,让k无穷大 那作用之后呢,我们当然是各自作用,对不对 那各自作用的话,它讲,就是 各自作用在这个 eigenvector上,那各自作用就会产生 eigenvalue的k次方 那不要忘记这些讲,这些都是 小于1的 eigenvalue 所以它最后讲,最后都会不见掉,都会消失掉 那 第1个这是什么,这是等于1的 eigenvalue 所以最后它答案就是 C1 V1向量 好,利用这个特性以后,我们接下来要把,把刚刚那个P矩正 把它讲 把它拆开来,变成P1向量 P2向量,一直到什么,到Pn向量,所以就我们原本的 transition matrix把它讲,把它拆成向量而已 那另外呢,我们要把它作用P的k次方,所以把它乘进去 那每一个乘进去的都,最后 答案还是什么,还是等于这个 V1向量,所以它会有一个V1向量,然后另外有一个 常数,然后V2向量有一个常数 然后 到最后,说错了 第2个也是V1向量,另外一个常数,然后最后也是V1向量 因为最后都是什么 都是V1向量会dominant,其他的这个 eigenvector就会消失掉 那因为什么,这边是一些argument,就是说因为这个 Pk也是这样,也是一个 几率 几率向量,所以呢,你这样 你上下加起来是要等于 等于这个 几率,那你 因为V1向量,这个几率向量 就是说 我们 Pk,P的k次方 强调一下,P的k次方 实际上,这还是一个什么,还是一个几率的矩阵 所以 这边也会是一个什么,也是一个几率,这边也是一个几率,相加要等于1 这边也是一个几率,那里面都是 乘上V1向量 那代表说它的 C1 这常数就要都一样,所以 C1E等于C2E就要等于C2E,这常数都要一样 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就是说 你是一个几率向量,所以你随便找一个,假设都一样,而且 C1E就乘上这个什么 那一行加总起来,答案就一定要等于几率是1啦,所以这个是 就是说 满足它是Markov chain的transition matrix的一个特性 好,所以你最后就这样,就证明出来,就是 他最后 得到的什么,得到的结果就是什么,就是 那一行就是一个几率,然后那个几率是什么,是steady state 稳定态的几率,所以你最后 你看一下我们最左边,最后得到什么,得到是0.4,0.6,就是 他达到稳定态的一个几率啦 好,所以未来我们要算Markov chain的什么,P的无穷大次方 那我们要怎么算,我们就用前面的理论啦,所以我们说理论是 是拿来用的,就除了我们 用有一些推导,然后了解这个理论以外,最重要是我们要 运用这个理论,然后加速你的运算 所以Markov chain还有前面那个特性,所以 所以 假设这个 例如他说 P矩阵是长这样子,那他确实是一个Markov chain的这个矩阵 它是transitive matrix 那请你去找一下,他 如果P的k次方会怎样?会approaching一个 L矩阵 那就很简单,前面的理论告诉你说,你只要怎样 找到 这个他所对应到dominant eigenvector,那他最后每一个 L的每一个column就都是什么,都是这个dominant eigenvector 那当然是prop,当然是几率,就是说他那一栏箱加总会等于1 好,所以呢,我们就去算一下他的什么,他的这个 Nanda值是多少,所以我们就算他的Determinant P-Nanda I等于0,然后就算出来,Nanda值会有 1,3分之2跟3分之1,会有三个值 那再去怎样?把它 带进去去算他的 eigenvector 其实我们不需要算 这个3分之2的 eigenvector,也不需要算3分之1 就不需要算这个 Nanda值小于1的这个 eigenvector,因为 我们已经知道答案了,前面告诉你这个特性,他就是最后就是 他是这样,他是Nanda等于1 所对应到的 eigenvector的什么,的几率了 要换算成什么,换算成几率的概念,就是加总等于1而已 好,所以我们就算他的 Nanda等于1,他的什么 eigenvector,所以我们用列运算算出来,确实这样,有一列为0 一列为0,代表说他就是一维空间,所以你可以找到 找到什么,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 eigenvector,就是3分之1 那把它划成几率的概念就是什么,就是8分之2,8分之3,8分之3 那接下来,答案就很明显了,就是 L矩阵就是什么,就是你用8分之2,8分之3,8分之3,建构出什么,建构出这个L矩阵来,所以 非常简单 这个 理论是这样,是帮助你快速解决现实问题的 好,我们再看下一个理论,他说假设P是一个什么,是一个Regular n by n的transition matrix 然后X是他的steady state的几率 那 对于任何的这样,起始的 这个 起始的向量,X0向量,你怎样,你作用 作用他好,sequence of iterates xk approaches x 就是你最后,一直作用一直作用,他就会讲,他就会达到他的steady state 那这是前面power method的概念,这个没有什么特别 我觉得,我们这就会讲,同时在第12位置的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在此,你们会下转发来,当时在那儿就有什么情况 我们说完整的事情